16点55分啊 接着聊地主的话题啊 第二 地主作为封建势力 当作革命对象 这是张冠礼带了 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 那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 摆带兜行勤政制 即封关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 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 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 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 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 有些方面反而越来越强化 现在把地主阶级当作替罪羊 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 这是张冠礼带了 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 而专制体制加强了 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陷入严重错误的深度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开头便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还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 而革命不失败的 而不是别人 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任有为敌 任有为敌啊 领错了革命的路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 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 地主和富农 如果不是剥削 那么是什么原因 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 丁洪指出 应该叫族群啊 富裕的族群 农村存在富裕一族 富裕的人群啊 乃天道酬勤 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 或者贫富的差别啊 是不断的洗牌的 富裕农民的原始积累 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的 富裕农民 其实就不应该叫什么地主富农 就叫富裕农民啊 天上不会掉馅饼 都是勤俭持家啊 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 始于秦汉啊 从秦汉开始 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 有人家因食一方 可能武士而展 过了五倍就没那么富裕了 可能还要了饭了 是吧 有的人家本无寸地啊 一寸土地都没有 经三代披星待月 而广有千墨 三代勤奋啊 加上聪明 加上机遇啊 就有千请良田啊 可能三个兄弟 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 老大好抽 抽大烟啊 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 老二号瓢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 去烟花柳巷 寻花问柳 这爽了吗 爽了就花钱吗 对吧 老三还勤奋耕作 足以让灵牌上的祖宗牌味上的啊 列祖列宗 绽放出灿烂的笑颜 丁红因此说 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 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是天道啊 是吧 所谓天道 就是蒋秦法揽 蒋立秦的 惩罚揽的 优胜劣汰 这种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演变 在各个地方的地方质 和民间传说里 比比皆是 他鲜明的体现出 一种激励文化 鼓励你啊 发家致富 消灭地主 实行共产 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优独播剧 persone 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